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人的人生其实原本是充满着绝望的 他是一个瘸腿的人 他有腿 可是他站不起来 他没有办法行走 他没有办法做事 他什么都知道 但是他就是做不到 慢慢大了 我自己发现我的人生当中也常常是这样 有好多的事情是我明明知道的 我明明知道应该这样 我明明知道我应该好好念书 我明明知道我不应该跟那个人在一起 我明明知道 觉得人活在世上有四个最悲哀的词就是 明明知道 当我说明明知道的 就表示后来我做不到 我没有做到 我根本没有办法去做到 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 我念书 小的时候身体不好 所以真的书练得很好 可是我知道 我在台湾出生长大 男生在台湾到了20岁 如果你没有考上大学 你没有在就学的话 你就要去当兵 可是因为我身体不好 我气喘了 我心脏有个洞 小的时候我常常都觉得我一定活不过19岁 我大概就是会死掉 那结果到了20岁的时候 我高中念了五年 我连20岁的时候 我连高中毕业证书都拿不到 我天天被我妈妈骂 你为什么不好好念书 你怎么不好好念书 我每天被骂 我太清楚我妈妈骂我些什么 我太清楚她为什么要骂我 她每次跟我讲说 你再不好好念书 你将来一定去当兵 我哥哥他们看我不成才 就常常骂我说 小燕你知道吗 你这种烂身体去当兵 你会被人家整死 你会抄死 小哥为了吓我来讲说 当兵的时候 在那个战卫兵 看着那个远远的狗叫 然后有一个衣服飘过来 然后看看没有腿 吓死他 我都想完蛋了 我将来如果去当兵 不被抄死 也被吓死 我通通都知道 可是 都知道了就好好念书啊 还是没有 都知道了就不要再看电视了 还是要看 都知道了就把课本打开来啊 有打开啊 坐在那里 一个小时 一页也没有翻 通通都知道 我真觉得人活在世上最悲哀的就是 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做不到 我自己走过这样的路 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我经验改变 当我觉得我真的没办法 我什么都知道 我就是做不到 在我的生命里面遇见耶稣 我跟主耶稣说 我很不喜欢我这样 如果你是一位真神 请你改变我好吗 谢谢主 我二十岁的时候 真的 我高中毕业证书都拿不到 我高中念了五年 人家三年 我念了五年 我还要回去念高六 但是谢谢主 靠着神的恩典 祂改变我的生命 后来我考上大学 后来我出国念书 我三十岁的时候从美国回来 我在大学教书 你知道我心里面充满感恩 我知道我是怎么样一个人 二十岁的时候 连高中毕业证书我都拿不到 三十岁的时候 我可以在大学 国立大学教书 我知道耶稣基督可以改变人的生命 这是多大的盼望啊 在耶稣基督里 求主帮助我们 无论你对什么绝望 在耶稣基督里 在祂的爱里 重燃希望 基督 德国主帮助 莫子不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